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当局同时推出高科技手段追踪民众在隔离期间的行踪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科学记者白话谈一谈疫情的最新进展 白话您好 那么俄罗斯目前疫情形势怎样 何时预期能够达到高峰呢 俄罗斯的疫情形势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天是急剧恶化 今天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是破纪录的增长 新确认的病例是500例 然后呢现在总的这个死亡病例是17例 全俄罗斯大约是2337例是这个确认的 那么绝大多数大约是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这个首都莫斯科 可以说莫斯科现在是这个疫情的中心 那么俄罗斯有一个专家 他是俄罗斯卫生部的一个专家 他最近刚说的 他说的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疫情还会继续 每天确诊人数还会继续升高 他倒挺乐观 他说的是过几天之后呢 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呢 过几天之后这个确诊人数会出现这个下降的这个趋势 当然很多人都会问就是为什么俄罗斯 同其他别的国家相比 虽然说最近这几天这个疫情极其恶化 但是相对来讲总体这个确诊数字还是相对相比的话 还是非常少呢 有很多这个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俄罗斯比其他别的国家能迟到一段时间 迟到一段时间呢 这个峰值还没有达到 另外呢也给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认为就是俄罗斯经济呢 不像其他别的这个西方国家经济这么发达 人口流动呢不是说这么快 所以说呢这个感染的人数这个少 相比之下呢这个莫斯科呢 因为这个莫斯科生活方式跟其他别的俄罗斯地区不一样 所以说莫斯科呢这次就成为这个疫情的中心 所以说现在很多俄罗斯人都讲 就是说莫斯科并不是这个俄罗斯 莫斯科人呢按照欧洲人这个生活方式来生活 那么现在生病呢也是这个欧洲人的生病这种方式 另外最新呢还有一种提法就是说 苏联时代呢很多这个民众都大批这个注射这个疫苗 这个肺解核的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呢有可能也会起一些这个免疫的作用 当然这种这个说法呢没有得到这个确切的这个证明 现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已经俄罗斯大约30个地区呢 现在基本已经全部封城了 那么呢政府呢现在打算就是动用着高科技手段来追踪这个隔离 隔离这个民众的这个行动 那么就是包括分析人们如何使用这个银行卡 另外一个就是大规模动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还有呢就是动用这个像莫斯科地铁 可以这个检查人们如何用这个交通卡 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手机呢来追踪这个行动 估计未来这几天的这个动用高科技的手段 加强控制呢会逐渐进一步这个收集 新的政策会逐渐这个出台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社会呢 现在很多都担心 就是说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呢 当局动用高科技手段来监视民众生活这种方式 这种方法是不是还会这个解除还会这个持续下去 所以说人们现在都担心这自由会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当然这次疫情对于除了高科技手段之外呢 对俄罗斯其他方面也会产生这个很多的影响 比方说这个经济方面这个现在油价呢大幅度下跌 那么现在俄罗斯这个原油就是乌拉尔牌原油 现在每桶的价格已经跌到这个13美元 那么这个价格相当于这个1998年1999年 就是俄罗斯发生的金融危机当时的这个水平 所以说俄罗斯现在经济呢承担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我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